专达自摆家靠作者,吉他和造兔那个年少成名,曾经因为单榜C罗而出名,对老东家国民忠心耿耿,桑顿今年才27岁,感觉他似乎已经踢了很久的球一样。 他14岁就加盟了蓝黑军团,慢慢的展现出了非常大的潜力,在国民清炫的各个年龄段,他都是那个让人眼睛一亮的明星,于是桑顿在08年成功进入国民的一线队。 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件事,要知道国民管理层很少对年轻球员如此的看重,而17岁的桑顿做到了,他当年可是被意大利没起,看成是新马尔迪尼的人,桑顿是幸运的。 他遇到了当时用人很大胆的穆里尼奥,当时只有17岁的桑顿可以和桑内蒂、桑木埃尔和科尔独保等名将一起训练比赛,这对于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。 由于蓝黑军团遭遇伤病潮,桑顿得到了不少机会,更让人惊叹的是,桑顿在欧挂16强中单房,已经是世界足球先生的C罗,不但没被打爆,反而很好地限制住了这位志心,这更加让人看好这名天才球员。 但桑顿要是不幸的,他的身体撑不起自己的雄心壮志,不断地伤病让这位天才球员,慢慢地变成了球队的负担,果尼几度把他送走,但他仍然心向这只培养了自己的球队,虽然失去了半月板的桑顿在场上已经力不从心,但他只要有机会上场,就会建立得去踢。 但事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建立就行了,从一个众人称扎的天才变,成球迷眼中的累赘,27岁的桑顿已经体会到了太多的人情冷暖,但他那颗好胜的心却从来没有变过。 这个夏天桑顿再一次被当成筹码给送走,不过他不但没有灰心,还在面对强敌尤文是霸气宣战,虽然罗马开局状态一般,不过桑顿在接受媒体RMC Sport采访,时表示尤文已经连续七年赢得一甲冠军了,罗马必须阻止他们。 当然,桑顿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,他表示尤文在这个夏天再次升级,势力更加强大了,但是罗马仍然要去拼搏,只要肯努力,红狼军团就能成为一甲的顶级强队。 socialúsica中olen有十倍路成的感觉或是非拍摄逆逆扰。 。